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好 我是老西 今天我们来做土豆沙拉 清新爽口 非常好吃 准备一根火腿 改刀切成1.5厘米左右的小块 锅中加一点油 用小火将火腿煎至焦香后 捞出来备用 火腿处理好以后 准备一锅水 加烧盐 水开后 放入豌豆煮半分钟 碗豆煮好以后 捞出来放一边备用 再用这个水把土豆煮一下 当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把筷子插入到土豆中心 土豆就算煮好了 烧凉后 把外面一层薄薄的土豆皮剥下来 同样把土豆也切成小块 再准备一个苹果去皮后呢 也切成小块 将我们刚才准备的所有食材呢 全部放入一个大碗中 然后加入一些盐 白胡椒 这个是沙拉酱 搅拌去我们的土豆沙拉呢 就做好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记得关注我 我是老夏 我们下期再见 qualitativ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